眼下又到了鸟类繁殖记 云南荧江县的石梯村是西鸟的重要繁殖地 西鸟是一种独特的大型鸟类 有着爱情鸟之称 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 一起来看一看他们的家 在云南省德宏州荧江县石梯村 中缅边境的密林里 蹒跚而上会邂逅一种珍贵独特的大型鸟类 它每年繁殖记都会在这里择目而居 因为头上长有一个铜盔状的凸起 形似犀牛的脚而取名犀鸟 中国的犀鸟大多生活在云南西部和南部 以及广西南部 有爱情鸟之称 雌雄犀鸟结成配偶后遵循一夫一妻制 一旦雌性犀鸟受孕 便钻进树洞几个月不再出洞 在里面产卵孵化幼鸟 雄鸟则日复一日在附近觅食 投喂雌鸟和还不会飞行的雏鸟 西鸟是热带雨林的一个旗舰的物种 而且它选择营巢的树也非常的独特 你要有这种热带雨林的这种标志性的一些树种 比如说四鼠木 比如说龙脑香科的这些 东京龙脑香 这个阿萨姆索罗霜 这些就是热带雨林的指示性物种 西鸟之外 在这里还可以看见核燕鸥 灰孔雀质 红腿小笋等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鸟类 是名副其实的鸟类天堂 也吸引着很多生态摄影爱好者 前来十梯村拍摄采风 透过我们的镜头 我们可以记录一些不为人知的动物植物 包括昆虫 欢喜大家对这个地球的生态的一些保护啊 这种的 这些被村民称为摄影老师的特殊游客 往往一进山就要在这里住上十天半个月 他们的到来 不仅让十梯村的客栈和农家乐应运而生 也让很多十梯村村民 当上了专职接待摄影老师 为他们带路背包送饭的鸟导游 而观鸟经济的蓬勃兴起 也让村民们懂得了 自己生活的这片大山 和森林里的鸟儿 就是他们最宝贵的财富